好才开幕没多久的复理箱的复查堂 过年期间让返乡过春节的在地年轻人经验 过去放假都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现在复查堂已进驻 增添了不少人文气息 这里是花莲最南区的复理箱市区 在百年老张树下的房舍 就是闲置三十几年的林务局复理工作站 经过四年780万整修 老房舍如今已经有了新的面貌 之前比较少这种东西 然后现在如果有的话观光客也可以来这边 就不会不知道来复理要去哪里 就可以来这边然后喝下午茶 然后吃甜点 对然后增加复理的就是观光客的推展 为了活化再利用工部门老旧房舍 林务局特别将闲置在花莲复理箱三十年的工作站 重新整修后打造艺术人文空间 借以推广国产材与优质农特产品 基本上我们里面的内部装潢 百分之五十都用我们有产销履历的国产材 所以呢我们到我们的餐馆里面 你可以仔细看我们的桌角啊 或是桌子的时候 他就会介绍这个是用台湾哪一种 山林的木台去做的桌子 还是做的相关的一些装潢装置 这些都可以欢迎大家来看 除此之外工作站也跟地方农会合作 取名副茶堂一同推广立山倡议精神 农会强调假日将会举办小农事集 音乐会DIY活动等等 借此吸引游客带动地方景气 记者高松松不理想采访报道 封面型爵